你会经常手脚冰凉吗? 你比同龄人更怕冷吗? 怕冷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又该如何对治呢? 比如说我们有的内分泌的疾病,也会出现怕冷。 对应着我们中医的所说的就是阳虚。 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胖姐 我们已经开始录了,您赶快把衣服脱了吧。 我还以为照不着我呢,我说我再穿几分钟暖和暖和,可冷了。 哪有那么冷啊姐,我就穿了一件,一点都不冷。 胖姐 你夸张了吧,我那么怕冷的人,我今天都觉得还好,又不是夏天开空调的。 我比你胖应该抗冻啊,我怎么那么冷啊,你不冷吗? 我觉得可能分人吧,我妈就跟您特别像,我妈就一入秋就穿秋裤,还让我也穿。 一男,该不是我虚了吧? 但是如果您真觉得冷的话,要不您先披上吧,别再感冒了。 确实,一般来说啊,说谁特别怕冷呢,可能就会说,哎呀,我是不是自己身体虚啊。 哎,那这个怕冷和虚,它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是不是虚呢? 这个虚又分哪些种类呢?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请出两位专家来解决这些问题。 来,我们有请庞博医生,龚艳斌医生,欢迎。 你好。 庞博,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国际医疗部主任医师。 擅长恶性肿瘤与癌前病变中医药仿制。 龚艳斌,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擅长内分泌疾病中医药仿制。 胖姐说呀,她特别怕冷,她怀疑呢,是不是自己身体有点虚,或者得了其他什么疾病了。 那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吗? 其实这个怕冷啊,有很多种情况。 对于健康的人来说的话,这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体质的因素。 有的人叫耐寒,有的人不耐寒。 有的人呢,咱们普通话说叫皮糙肉厚,你像我,我就属于皮糙肉厚。 用我们中医上这个学术一点的话说呢,叫这个肌肤凑理。 这个最外层的呢,皮毛啊,然后呢,我们的肌肤啊,再往里呢,这个肌肉的组织间隙啊。 它这个间隙太小了,太小的时候呢,就比较致密。 这个间隙比较这个疏松的时候,那它就容易怕冷啊,怕风啊。 其实这种呢,大多不是什么病态。 怪不得一般男士都更抗动一些,可能就跟这有关系,是不是? 还有跟我们的地狱有的时候也有关系。 哦,那您既然说了有这个生理性的,那难道确实是有一些因为生病了才会怕冷的,对吧? 哦,对,一般感冒就会怕冷嘛。 对,感冒会怕冷。 另外还有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有的内分泌的疾病,也会出现怕冷。 最常见的怕冷的内分泌疾病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 因为甲状腺激素呢,在人体呢,它是一个促进代谢的激素。 它能够调节体温啊,使我们的体温升高。 当这个甲状腺激素减少的时候,那么人体产热功能少了,就会出现怕冷。 其实呢,对应着我们中医的所说的就是阳虚。 哦,还确实有虚这一说。 对。 那我们怎么去区分我们这种怕冷,或者说我们这种虚啊,它是生理的还是病理的呢? 实际上这个怕冷啊,这个我们传统这种中医说啊,有阳虚的这种情况。 也有一些疾病的情况,像刚才郭院长讲到了一些内分泌系统的疾病,像一些个这个消耗性的疾病,到最后都会出现一些怕冷的情况。 那么有疾病,我原来不怕冷,后来得了病之后怕冷了,这一般就是病理性的,对吧? 我生下来就比别人可能耐寒一点,这种可能就是这种体质上的。 那在临床当中啊,我们也确实出中医的门诊,见到过像胖姐这样,这个虽然比较丰满,但是呢,这个还是特别怕冷。 我见过最严重的这个病人啊,是这个大小伙子,我印象非常深,他在这个放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一起来看病。 我们他的孩子啊,这个其他的患者啊,都是穿个短袖,我们这位患者家长呢,穿着这个棉服,还戴着这个围脖,就怕冷到那种程度,但实际上这种呢,也是存在的。 我们中医呢,也有很多这种成功的案例去治疗这种怕冷,我们经常开玩笑说,说有些病,西医是治不了的,比如说怕冷,没有具体的药物去治疗。 但是中医呢,在这方面,因为它有这种传统哲学的这种理论基础,所以说把人分成什么阴虚啦,阳虚啦,针对他疾病的原因,针对他的症候体质,去给一些干预,然后呢,对怕冷呢,有一个治疗的这种作用。 这个,关于这个虚的问题呢,我们普通老百姓确实不太明白哈,因为我听说过很多种虚,什么阳虚啊,阴虚啊,气虚啊,血虚啊,我们是傻傻分不清楚,我不知道怎么去区分。 其实中医啊,讲的这些虚,听起来挺玄妙的,对阴阳最朴素的一个认识,就是从日光的向阳,还是背阳。 当我们向阳的时候,我们是光明的,温暖的,兴奋的。 啊,当我们背对的阳光的时候呢,是黑暗的,寒冷的,阴沉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好区分了什么是阳,什么是阴,那么阳和阴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啊,只有他们在互相,这个,相生相长,达到一个动态平衡的时候,啊,组成了我们这世间的万物。啊,所以我们说阴阳是有消长平衡的, 那么我们阳气虚了,那么另一方的阴,啊,就相对的去压制了阳。啊,如果我们阳气剩了,那么阳气呢,就战胜了阴,啊,这是阴阳的这个消长的平衡。 阳虚为什么出现了怕冷呢? 因为我们阳的这个温序的力量弱了,啊,所以呢,会出现怕冷了,阴寒剩了。啊,阴虚为什么怕热呢?也是同样的道理。 那在现实生活端中,我们常见的就是水和火,那么火是属阳,啊,水是属阴,啊,这也是阴阳对立的一方面。 那么我们面前的这个湖,啊,就可以很好的给我们展示阴阳。 那么在火苗,啊,比较弱的时候呢,那水温会比较低,人会觉得这个温度低啊,怕冷啊,卷带啊,懒岩啊,这些症状。 那么我们火旺的时候,就是阳气比较盛,啊,火旺的时候呢,上面的水会烧得很热,啊, 啊,我们可能在阳气足的时候,人会感觉到体温很高,啊,很热,很亢奋。 那么水呢,它在上面呢,我们是说它是属阴,那么火一烧起来,啊,水蒸汽蒸腾了之后,那水会变少, 我们中医讲叫金叶亏虚,啊,就会出现阴虚,啊,可以这么讲吧, 但是可能中医的理论呢,比这更要玄妙一些,那么为了让大家更方便地理解我们的阴阳, 那么我们把水说成是阴,火说成是阳,那这个阳虚,它是怎么造成的呢? 怎么就阳虚了呢,我们的身体? 引起阳虚的原因非常多,啊,当然我们从自己这个体质来说,啊,有一些阳虚体质的人,啊, 他会出现这个以阳虚为主的这些症状,嗯,当然还有后天,啊,引起的一些原因,啊, 比如说你看我们这个有一个冰激凌,有的人就喜欢摊凉,啊,喜欢吃冰激凌,啊,喝饮料也喜欢喝冰的,啊, 看我们嘉宾举手了,我也举了,啊,对,长期摊凉,啊,可能会伤及我们的脾羊, 当然了,我们说的这个凉呢,不光是指这个食物是凉的,啊,而且是指它的性是凉的, 比如说海鲜,啊,我们吃螃蟹吃多了,它是属于含凉性质的,啊,也会伤脾羊, 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原因,啊,这还有一个空调,一给胖姐看胖姐就觉得好冷,啊,啊,啊,有人喜欢摊凉, 对,我也喜欢,啊,啊,这个凉气我们也怎么可以这么解释,就是相当于我们中医的寒邪, 当我们的凑理不密的时候,啊,就是寒邪容易侵犯我们的人体,进到体内, 伤及我们的阳气,啊,也出现阳虚, 刚才所说的这个怕冷,啊,只是阳气功能里的一种,它叫温序, 这种温序,就是像个炉子,吧,我们这个炉子能取暖, 是吧,这是它的一个功能,阳气还有一个功能, 叫防御,我们这个防御,可以理解为我们人体的抵抗力, 啊,如果我们抵抗力和防御力强的话, 吃了这些适应性强,它也不太怕冷, 对,不光是不怕冷,还觉得特别舒服,是吧, 这样,啊,姐,您就是我亲姐, 我跟您大人号完全一样,爱吃海鲜, 爱吃冰激凌, 爱吹空调,这都, 都是好吃的,啊, 但是我真是不得不说一句, 是这样,我年轻的时候, 人家要说, 谁要拦我,拿凉水冲脚, 我都觉得, 我恨不得都恼谁, 把那那空调开的十八度, 哇哇的,那才痛快, 两个主人一说完, 我反省到了, 那个时候我有阳气, 后来再加上岁数, 自己的亏盈, 再加上我那时候给人过多的折磨和使用, 透支了,现在没阳了, 没阳了,赶快补, 咱们今儿就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说对了是吧, 对,它这个阳气也是跟年龄有关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 阳气也会慢慢地减弱, 为什么胖姐原来不怕冷, 现在怕冷了, 这说到的饮食了, 其实你看咱俩还有一个特点, 我不知道你在家爱不爱趴着, 躺着, 对,对,对, 离不开沙发, 我家也是, 我离不开沙发和, 您一个清歌, 离不开沙发和床, 所以总躺着的时候, 它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啊, 静止的状态, 你总安静的时候, 阴气就剩, 那个阳气它就弱, 你越活动, 那个阳气它就越足, 总是趴着, 总是休息, 总是懒惰, 实际上对阳气也是一种损伤, 或者也会出现阳虚的这种情况, 也是阳虚的原因之一吧, 明白了, 我们就这么说, 那么我相信咱俩有一个问题不具备, 你看这个做得非常好, 这个有一点胖啊, 你看这个人有一点瘦, 这个胖人啊, 都是叫心宽体盘, 那么实际上这种不良的情绪, 会导致我们气机的预知, 越预知, 我们就会出现这种气, 慢慢地就亏好, 是吧, 比如说, 我们男同志用的这个打火机, 是吧, 我这个火苗越小, 我提供的热量就越少, 这火苗为什么小了, 里边堵住了, 是吧, 在我这个打火机的这个油还充足的时候, 我火苗小了, 那很有可能是堵塞了, 那么这种气机的预知, 不高兴, 情绪的不良, 都其实会是阳虚的一个间接的诱因吧,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我们今天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人群, 就是说, 常年的这种虚弱, 卧床, 久病, 那我们一般认为生病了之后, 尤其是一些慢性疾病, 像我们公院长治疗的糖尿病, 是我们内分泌科最常见的病, 是吧, 还有一些消化系统的疾病, 还有一些比如说肿瘤等等, 这些慢性病, 实际上对人体都会有一个阳气的慢慢地消耗, 也就是说你得病的时间越长, 你服药的时间越久, 我们身体就越弱, 它的阳气就越不足, 所以久病的虚弱消耗, 也是阳气损耗的一个关键的原因, 大体上吧, 就是这些主要的原因, 所以可能说到这儿, 大家就比较想知道了, 这个阳虚和阴虚, 我们大概理解了这个意思之后, 我怎么来确定自己有没有阳虚和阴虚的症状, 对吧, 咱们接下来就到那边去给大家讲一讲, 阴虚和阳虚都有什么症状, 我们大家对一下号, 看大家自己有没有相应的这些问题, 好不好, 来,这边请报。 这个一看就有点阳虚, 带着微博, 像胖姐了, 冷啊冷, 那我把它贴上了, 先给它定个姓, 给它定姓了, 阳虚, 那事实上呢, 我们阳虚的患者也确实容易, 胃寒啊, 知冷啊, 怕冷, 看我们还有神皮伐地, 现在其实是我们好多年轻人, 尤其职场的这种白领, 是吧, 虽然他可能很年轻, 但是确实觉着呢, 心有余力不足, 干什么呢, 都没有精力, 特别懒, 我其实也属于, 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吗, 你把你, 庞老师是熬夜熬的, 还有口淡不渴, 实际上是阳虚的一个典型的特点, 就是嘴里觉得就是不喝水也完全可以, 刚才我们工院长不是用水壶的例子举例子了吗, 就那个水它不够的时候, 那就得喝点水补充一下, 那对于阳虚的患者呢, 就用工院长说的, 它火苗小, 所以那个水呢还老有, 你再添水就扑出去了, 所以它不渴, 它不太用喝水, 这样的, 不往处蒸发, 老在那留着, 您说这个蒸发这个词特别对, 中医馆叫气化, 还有一个大小便的症状, 小便清肠, 这个小便清肠实际上就是说, 这个小便比较多, 同时呢我们又有一点像类似于这种尿频, 总觉得老想去, 实际上这个青还有一个意思, 它是跟那个赤相对比的, 就我们会观察到有的时候说上火了, 我尿有点黄, 那么这个青实际上就指的不黄, 颜色清淡, 颜色很淡, 清淡的那个意思, 所以这个呢也是阳虚的一个代表的特点, 最主要的症状就这些了, 当然了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 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阳虚的症状, 我想阴虚里边呢, 肯定也有类似的代表的症状, 那我们对应着看一下, 这个小人的脸色, 看发红, 是吧, 它是有一种热香的, 那我们把这个阴虚放在这, 第一条是潮热到汗, 它是一种虚热, 虚热它和食热不一样, 食热的那种脸是胀的通红的, 虚热的脸是潮红的, 而且这个潮热, 为什么是个潮热呢, 它是有这个时间的, 午后可能热得更明显, 因为有虚热, 肩筋外出, 出现了这种倒汗的情况,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皮肤干燥, 刚才也讲了那个例子, 我们因为有热了, 这个筋液就少了, 筋液少, 筋液还有一个作用, 它是有乳润和滋养的作用, 那么因为筋液亏虚了, 那我们的皮肤就会出现这种干燥, 水分被蒸发了, 被阳气蒸发了, 然后就干了, 口干反渴, 这个跟我们刚才, 刚好相反, 跟阳虚的刚好相反, 这个阴虚会出现口渴, 水壶的水都蒸发出去了, 都少了, 那我们体内的筋液就少了, 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这种口干的情况, 小便短黄, 因为这个筋液少了, 所以小便的量呢也会减少, 会出现小便短, 老百姓都知道一上火了, 就问小便黄不黄, 说最长天小便都黄了, 是不是上火了, 就是我们会阴虚出现的一个小便短黄, 这是比较典型的症状, 还有其他很多呢, 然后大家也都把自己相应的一些小问题, 都摆在桌上了, 怎么呢, 我看有些人阳虚的也有, 阴虚的也有啊, 对啊, 你说我这没法治了, 我这又有阴虚又有阳虚, 你看都交杂在一起了, 就是我特别冷, 但是就是我要一说, 就像午后一说出汗, 哗一下就出一身的汗, 紧跟着就又冷得不行, 晚上经常就是出的那汗, 有时候背心都能湿透了, 而且你看皮肤干, 到底是阴虚还是阳虚啊, 我一直也想问专家, 这是阴虚也有, 阳虚也有, 是能同时出现吗, 特别是最后一条, 我没有选, 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选, 因为我可能有几天, 就会是小便清长的, 但有几天就会是小便短翅的, 所以我特别疑惑, 为什么呢, 我看嘉宾都有这样的问题, 在这个我们出门诊的时候, 尤其我们出中医的门诊, 经常能看到很年轻的小伙子, 因为腰酸腰疼来看病, 就会问出一个大家更关心的问题, 那我是肾阴虚还是肾阳虚, 这个就更矛盾了, 一个点上有相对的症状, 对, 在临床当中是这样的, 只是因为我们中医的这种思维吧, 不是一个零或一的思维, 就是不是一个是此非彼的这么一个思维, 实际上它是一个并列, 但互相矛盾, 但又协调的这种概念, 就像我们刚才工院长介绍那样, 阴可以转变成阳, 阳可以转变成阴, 那阴虚了就可以进一步再影响到阳, 在我们疾病过程中也可以出现阴阳都有不足的这个问题, 刚才我们还有一位嘉宾老师说了说, 那我有两天是这样的, 有两天是那样, 其实你看我们的天气也是一样, 就算夏天吧, 有两天也会冷一点, 就算冬天了, 你看我们今年的冬天还不算太冷, 所以说这个都是一个相对应的概念, 在如果您确实既有阴虚又阳虚的这种症状, 那我们中医说你可能就得阴阳一起去调补, 就我们临床中用药不会只用补阴的药, 也不会只用补阳的药, 所以我们就说善补阴者当于阳中求阴, 善补阳者当于阴中求阳, 这个阳笋即阴, 阴笋即阳, 阴阳它还是有一个相互制约, 同时又有一个互跟互用这样的一个作用, 怕冷应该用鹿绒桂皮来补阳吗? 热水泡脚可以缓解手脚冰凉的症状吗? 喝酒可以预寒暖身吗? 不要走开, 下节更精彩!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 起达力精防克力独家冠名播出, 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之之。 好的, 那我们现在知道了, 阳虚的人会怕冷, 但是这怕冷的人都是阳虚的吗? 关于怕冷这件事啊, 在网络上呢还是有很多的传言的, 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传言变变变环节, 有请我们的传言验证官小鹿。 传言变变变, 你说我来验, 各位好, 我是鹿伦一啊, 关于怕冷, 大家伙都有哪些传言呢? 我们来看第一条。 这么冷的天还打, 打得就暖和了, 你大老爷们还怕冷。 我媳妇更怕冷, 现在家里有暖气了, 天天开着电热台。 我教你一招吧, 我媳妇说怕冷就是虚, 就是缺少洋气, 缺少洋气就无法把身上热的气稳住, 她就用鹿绒、桂皮炖了汤。 哟,还拿鹿绒、桂皮炖汤, 够恨不得呀? 没跟你开玩笑, 自从她喝了汤以后, 白天晚上睡觉, 脚一直都是热乎乎的。 听着够邪乎的, 回去试试呗。 行嘞, 回去试试。 第一条传言啊, 我们说的是怕冷, 就应该用鹿绒、桂皮来补羊, 这个说法对吗? 听听大家怎么看? 胖姐。 这个传言是对的, 因为刚才主人说, 就是羊虚, 它就容易怕冷, 那么我们一般坊间的就是说, 一想到鹿绒, 你先会想到什么? 撞羊, 对不对? 所以能用撞这个字, 那一定就是说, 它补羊的效果, 那是了得。 所以呢, 就是这鹿绒肯定补羊。 那么, 我这钱嘛有点紧, 所以呢, 我就是一般鹿绒买不了那么多, 找个平体。 平体, 对, 桂皮, 药食两用的, 因为它最主要的功效就是, 可以去除你身体里的任何的寒, 那你去了寒, 不就是补了羊了吗? 对吧? 所以我就接着回家, 这两样补起来。 补起来。 胖姐刚才说的, 要不要喷它一下, 二位医生。 对一部分吧。 那就喷。 喷一部分。 但是我们没法做到喷一部分。 我们要出来, 就这一次性的这就。 对了是哪一部分, 又错在哪一部分。 其实啊, 这个胖姐错, 主要是错在没有审好题。 她说这个鹿绒啊, 贵皮啊, 能补羊, 那肯定还是对的, 是吧? 这个没错。 但是呢, 这个出题的人呢, 他就比较损。 就是怕冷。 有人打喷嚏了啊, 我都听见了。 就是怕冷啊, 不一定是阳虚。 所以你说这两个药一定能治怕冷, 那可能呢, 它能治阳虚的怕冷应当是, 比较确切的这种说法。 还有一部分人怕冷, 它不是阳虚导致的, 对。 还有一陷阱, 刚才方老师说了, 有的是不是阳虚引起的怕冷, 不能用。 即便是阳虚的怕冷, 也不一定都能用。 因为有的阳虚可能是寒热挫杂的, 会不会有一种情况, 我阳虚, 我补完之后, 我还上火, 口腔溃扬。 虚不受补。 因为他刚才写内体版的时候, 他就还有阴虚的症状, 是吧, 所以说他不能是单纯的。 所以陷阱重重。 您最常见的, 给我们举举例子, 还有哪些就不是阳虚? 对, 还什么虚? 他也手脚冰凉, 他也怕冷。 就这个怕冷, 我们先分成两头来说, 是虚的这种怕冷, 那么也, 刚才工业长说了, 也不全是阳虚, 血虚也可以怕冷, 所以不仅是阳虚。 那翻过头来, 另外大部分的原因, 都是因为时症。 你看我们有一部中医的古籍, 叫做张势医通。 那么在张势医通里面, 实际上就讲说, 后背怕冷, 有七种情况。 好, 七种? 素体阳虚, 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 只是其中之一。 还有什么? 还有比如说阴寒的, 内热的, 甚至我们中暑的, 还有痰湿的, 所以很多很多的情况, 那么它就比较复杂, 只是阳虚是我们老百姓, 最好接受的一种。 就是只有阳虚, 才需要拿那些大热的东西来补, 像您刚才说那么多, 其实都不适合的, 非常不适合。 对, 所以你被喷得不冤。 一点不冤。 一点不冤。 是的, 是的, 不冤, 再喷一下吧。 其实我们刚才在讲阳虚原因的时候, 讲过, 那个一个小瘦人头顶, 顶着一个乌云的那个, 情绪不好。 就比较郁闷嘛。 那你一不高兴, 我们终于有句话, 叫气运, 气机遇至了。 遇至之后, 它就不推动了, 不推动了, 它害怕冷。 这时候你再补多少鹿绒, 到不了那地儿去。 那它还是冷。 气愈的人, 我怎么知道自己就气愈了, 有些什么表征没有, 症状。 气愈的人呢, 就是情绪不高, 有的时候呢, 容易生气, 是吧, 有的时候呢, 容易胸闷呀, 气短呀, 四肢的麻木啊, 气机疏通不到那个地方去, 所以肢体就会麻木。 肢体状态吧, 对, 然后呢, 吃饭胃口不好, 有时候饿, 但吃一口很快就堵住了, 顶住了, 饱了, 不想继续再吃了。 如果在我们女同志, 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月经失调啊, 等等类似的这些情况。 那这个气愈的人啊, 平时有什么好的方法, 能自我调理一下吗? 这个说起来也简单啊, 因为我们的气机, 淤置在体内了, 淤到这怎么办, 我们就把它通开, 是吧, 要用一些理气的方法, 把这气弄顺了, 那么不淤了, 自然呢, 不会引起气欲的怕冷了。 那今天呢, 我们给大家一道非常好喝的饮料, 叫五花饮, 由五种花来熬的花饮。 看起来赏心悦目。 对, 喝之前气欲基本好一半了, 是吧, 你看我们观其色啊, 这花朵都很漂亮, 心情好一些。 还真是。 再闻其味啊, 花香也扑鼻, 是吧, 心情又好一点。 那等我们煮完了之后, 再品其味啊, 还有花香很浓郁, 其实最关键的, 还是这些花的作用。 看我们这些花, 都是什么花? 这是玫瑰花, 厚珀花, 月季花, 扁豆花, 袋袋花。 那么这些花呢, 很多都是入肝精的啊, 入肝精, 刚才我们庞老师讲, 因为肝气淤解啊, 入肝精的这些呢, 它能够疏干理气啊, 比如说像我们玫瑰花, 月季花这些, 它入肝精之后呢, 它有理气的作用。 那么同时呢, 像我们这个袋袋花啊, 厚珀花啊, 扁豆花啊, 除了这个理气, 疏干气之外呢, 它还入脾啊, 能够溅脾去湿。 我们中医讲这个肝和脾的关系嘛, 肝气忘了, 脾气就会弱了, 那么我们在疏干理气的同时, 把脾气再溅起来啊, 这样的话呢, 我们达到一个疏干溅脾造湿啊, 这样的作用, 就把我们的这个刚才所说的淤的这个气给通了啊, 通了之后, 那么气就能推动血液的运行, 就不会再出现怕冷的症状了。 好, 那具体这几个花啊, 咱们怎么配比呢? 每个是用多少? 因为这花它干了之后很轻啊, 我们大概三到五克就可以了。 三到五克? 三到五克? 每一种? 就捏一小捏就可以了, 是吧? 然后去煮水就好了。 如果没有这么方便的条件去煮, 用开水去泡也行。 也是可以的。 口感都是很好的是吧? 也不用加糖。 好喝, 可以放点糖。 如果没有糖尿病的话, 可以适当地放点蜂蜜, 放点冰糖都可以的。 所以这个是对于刚才说的气郁的。 我既不气血也不气郁, 你看我还心穿挺胖的, 但是我就手脚冰凉, 一年四季那手脚都是凉的, 尤其到冬天, 那就跟穿着那个冰手套跟冰袜子一样, 特别受不了。 都不敢摸自己。 对。 看它的面色那么白, 又加上它刚才所描述的症状是手脚凉为主, 有可能是血虚。 血虚其实也是在气虚的基础上。 气它有推行的作用, 是吧? 它气是推着血的运行, 那么它这个气虚之后, 血液运行也会缓慢。 这样的情况下呢, 会使我们的血液不能够达到四末, 而起到一个温虚的作用。 所以刚才这个课代表, 它会说它四肢是凉的, 而且血虚日久, 它的乳氧的作用也会减少, 可能还会出现手麻, 脚麻。 对,大夫说得太对了, 我就经常那个指尖是麻的。 另外比如说肝藏血, 我们这个眼睛可能会出现视目昏花, 模糊这样的情况, 这也是血虚的表现。 这你没有吧? 有, 其实你们站在这儿我都看不清。 或者是蹲起来, 突然蹲下, 突然站起来的时候, 突然站起来, 眼前就一黑。 一片黑蒙。 当然从颜色上看, 我们有面色, 口唇, 着甲的色白, 因为血它是红润的, 血虚了的话呢, 那它表现到这个面色, 就没有这个红润之色了。 我们看舌头的时候, 舌头也是淡的。 在血虚这方面, 我们国宁真的是配合得淋漓尽致啊。 针对马国宁的这种血虚的情况, 咱们是不是也能够喝一点什么代茶? 有什么调理的方法没?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实际上这个大枣啊, 龙眼啊, 都是非常好的这种补血的食材。 如果您平常喜欢喝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绿茶呀, 花茶呀, 你可以在里边。 还可以放点茶是吧? 可以放一点这个大枣啊, 龙眼啊。 就这两个。 对对对。 像我们大枣放个这个两三枚, 这个龙眼呢, 也是可以放这个两三枚, 三五枚, 都可以根据您的口味吧。 如果您说我平常没有喝茶的习惯, 可以熬粥。 熬粥的时候把它放到, 放点大枣。 把这个龙眼和大枣放到粥里面, 或者说呢, 直接就用大枣和龙眼来煮水。 这一壶喝下去的话, 是不是就整个觉得就不那么凉了, 这个手脚? 就会立竿见影吗? 还是说需要长期的这样服用? 冰冻三尺啊, 非一日之寒。 每周大概有个喝个三四次, 是吧? 通过这个几个月的时间, 慢慢的能有这种调补调养的作用。 我们还讲这个重病济脂啊。 如果我们这个改善了之后呢, 再喝, 可能就会上火了。 我们可以减量喝呀, 或者是如果改善了, 我们可以再调其他的偏颇。 哦, 明白了。 就是说你这个喝, 这个喝了一段时间, 已经不守脚冰凉了, 就可以停了。 好, 我们的这条传言啊, 说怕冷啊, 就要多吃一些鹿绒啊, 桂皮啊, 来生羊补羊,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是片面的啊,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羊虚一定怕冷, 但是怕冷不一定就是羊虚, 还是要辩证来对待。 我们来看看下一条传言是什么。 我们吃小豆是一个西肠型的, 我们的红豆是一个。 哎, 你说突然怎么这么冷一下子。 大白天的你泡什么脚呀?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个水泡脚呀, 是最能有效的缓解这个手脚冰凉的办法。 你看, 我这里边还放着艾叶, 还生姜。 飞飞飞。 慢点, 我看见水就有点烫。 哎呀, 最热才能酥突经的落。 而且呢, 不光要烫, 还要哪儿, 把这么全身泡得都除了汗。 这样呢, 这一晚上我们的脚才热乎乎的。 那你就好好泡着吧。 这条传言呢, 说的是热水泡脚, 可以缓解手脚冰凉的症状。 听听大家怎么说。 马国宁。 这个传言有什么好变的呢? 我觉得它就是个常识嘛, 对吧? 就是开水可以瞬间让我们就温暖起来。 开水。 确实是, 还能让你变得成熟。 热水。 热水可以让我们瞬间就温暖起来吗? 你像我这种手脚常年冰凉的人, 就,我进门就会泡手, 然后睡前要泡脚, 有条件的话我还要泡泡澡。 你很快全身都暖起来了, 然后出一身的汗, 特别舒服。 对, 所以大家坚持泡脚特别好。 但是你看啊, 今天我们这个常演里面的一个小片里, 给大家看它有几个关键点。 一个是这人呢, 特别烫的水。 在这个烫河, 烫山河这个烫脚的边缘事态。 他, 哎,不行, 哎,不行, 行了, 卡,就下去了。 他跟国宁一样, 国宁不是说了吗? 开水, 对吧, 开水。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你知道我每次那个脚放不下去的时候, 我妈都说你试试, 你试试, 你再试试。 你也是这样的, 而且呢, 这个人呢, 还必须烫到大汗淋漓。 我得多出一点汗。 你也是这样吗? 觉得出了汗特舒服。 对, 我觉得出了汗特别舒服。 你像我平时又不爱运动, 就很少出汗嘛, 然后泡泡脚出了汗, 特别舒服。 破汗了, 这几年虚啊, 可能就是这么造成的。 来吧, 先问问医生啊, 马国宁他支持这个观点。 所以要不要喷它吗? 还是得喷, 喷, 还是得喷。 稍微, 就是稍微犹豫了一下。 就是泡脚还是对的, 是吗? 是这样, 刚才我们第一个问题的时候, 是提干没有审好。 这个是提的内容没有审好。 又没审好提。 怎么回事? 刚才其实我们主持人也都说了, 这个只是其中只是两个点。 那么一个呢, 这个大汗啊, 我们终于有一句话叫做过汗伤羊。 什么事都是过犹不及。 我们很多人喜欢健身, 那那个最大心率太高了, 那也不行。 就是消耗了。 我们泡脚也是一样。 那么它对于这种血循环不好啊, 对于, 你看我关注到还放了艾叶啊, 姜啊。 那么实际上呢, 它对于这种羊虚, 是有一定的这种补益的这种作用。 对于局部的血循环呢, 也有改善的作用。 但是呢, 是过犹不及。 你大汗出之后, 就会出现伤羊的这种情况。 就恨不得出, 好不恨。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水温的问题。 我们现在, 不管是你是健康人群, 还是我们是糖尿病的人群。 糖尿病人群, 其实特别多的这种周围神经病变。 那么它的这种感知, 尤其是对温度的感知, 它不是那么敏感的。 所以你对水温如果过烫的话, 它有可能感觉不到, 就造成了这种烫伤啊, 等等。 甚至我们要破亏了, 血糖再高, 将来是不是还会出现糖尿病的这种脱居啊, 或者说这种糖尿病足啊, 等等很多复杂的问题。 所以太烫的水不可取。 用什么温度比较好? 一般40度为1, 40度。 40度实际上就比自己的体温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就是微热。 还有什么办法能够缓解手脚病量呢? 来。 我们可以用一些穴位按摩的方法。 噢,穴位按摩。 正好就着泡脚嘛, 我们泡完脚, 可以再按按脚,是吧? 自己按一下。 泡完脚自己按一按。 然后呢,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个最常见的穴位。 大家耳熟能详的用全穴。 泳泉穴, 为什么要按它呢? 因为这个泳泉穴啊, 是我们足底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 它是我们肾经的颈穴。 颈穴我们说, 从这十二经脉的这个颈穴呢, 都是分布于我们的手指和脚掌的末端。 这个呢, 泳泉呢, 就像泉水涌出一样啊, 是我们肾经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 我们说肾呢, 是藏水又藏火藏经, 是吧? 我们水火济济, 整个身体的这个经脉巡形, 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运行。 那么气血充足, 就会改善我们身体虚的一些症状。 这么好的穴位。 对啊, 它在哪里? 那么它在哪呢? 来, 姐。 我? 男姐。 肯定在脚地板, 对吧? 你选一个。 我觉得差不多。 在这儿? 那肯定不是, 我觉得应该是在这儿。 不在这儿吗? 别捣乱啊, 我觉得应该在这儿。 是吧? 您觉得呢? 我在中心。 好吧, 那我们两个谁的答案对呢? 美女的答案是对的。 啊, 你看,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说的对吗? 因为我是一个资深的足疗爱好者。 是吗? 怎么办卡? 你可以在我这儿办个卡。 是这个位置啊? 这个穴位是我们最常见的穴位, 但是确实有个误区, 很多人认为涌泉穴是在脚心。 但是涌泉穴呢, 它是在我们这个脚足底啊, 从这个二指三指这个脚缝这儿, 一直到脚根我们连一条线, 上三分之一和下三分之二交接的这个地儿, 这块是涌泉。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简易的取穴的办法, 就是我们从脚心往上推, 推推推推推到这脚掌, 这有骨头盪着。 把你也带上了。 一开始痒, 到不痒的时候, 那就找到了。 盪住了, 推不动的时候, 这就是涌泉穴了。 我们可以按, 揉按, 点按, 都可以。 同时呢, 我们还可以对侧这样去搓。 刚才说摩擦生热的这种办法, 也很好。 我们按完了之后再搓一搓。 配合着刚才泡完脚的这个热乎劲, 我们再搓一搓, 浑身都会感觉很舒畅。 泳泉穴, 咱们记住了。 知道了, 未知。 那下一个穴位还有哪? 讲了这个颈穴, 其实我们圣经还有个圆穴。 圆穴。 圆史的圆。 它在我们整个脚踝的内侧, 在内侧我们的有个内踝尖, 就高出来的骨头的部位。 这个部位和跟腱之间有一个凹陷。 在这个凹陷当中, 我们可以去按揉。 这叫什么穴? 这叫泰溪穴。 泰溪穴。 泰溪穴。 刚才还是井里的水, 现在已经就成为溪流了。 流到这儿就成规模了。 泰溪穴。 它这个位置, 无论对于肾气的调补, 还是对于我们温阳, 改善怕冷, 都有好的这种作用。 大概可以按揉个50到100次。 然后也是在泡脚之后。 这个穴位主要是以暗为主。 对,以暗为主。 那这两个穴位有没有什么顺序, 比如先按哪个, 后按哪个比较好? 还是说无所谓。 我理解,先按涌泉。 对吧? 涌泉,涌泉嘛。 涌出来了。 涌出来了。 再去找那溪水里面。 再去给它。 加强一下。 疏通一下。 对吗? 实际上它是顺着我们经脉的这种流行来的。 所以。 所以先按涌泉穴, 然后在我们的泰溪, 实际上它。 对啊。 利于精气的这种循行吧。 好, 大家记住了啊, 洗完脚之后呢。 泡完脚。 泡完脚之后呢, 我们找一找, 洗脚也行啊, 先洗干净。 洗完脚,泡完脚之后呢, 找一找用泉穴啊, 泰溪穴啊, 泰溪穴啊, 揉一揉,按一按,搓一搓, 非常好啊。 然后就不凉了。 我们的这条传言说的是, 手脚冰凉, 要多用温水泡脚, 就能缓解手脚冰凉。 不是说越烫越好, 出的汗越多越好。 您记住了吗? 40摄氏度的水比较好。 我们来看下一条传言是什么。 好球,漂亮。 爸,咱再把创呼关一下吧, 你这通风通一上午呢。 咱就冷了。 不冷的让人关创呼嘛。 叔叔,你看我, 怎么就不冷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喝酒了, 这个酒呢, 可以预寒暖身。 并且, 这酒, 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血液循环起来, 这身体都热乎了。 行行, 您就给您喝酒找理由吧。 这条传言说的是喝酒, 可以治疗手脚冰凉吗? 听听大家怎么说。 张子洋。 这个问题啊, 我有感受, 这个确实是可以的。 有一年我们是春节前去 牡丹江那块演出, 当时真是冷啊。 冷到什么程度呢? 那叫滴水成零啊, 穿着羽绒服, 还穿着这个靴子去的, 那也受不了那零下三十多度。 怎么办呢? 当时演出方就说, 我建议您喝点酒, 我们在这冷的时候喝点酒, 浑身发热, 手脚呢也会热。 不但喝点, 还拿这个酒啊, 可以搓一搓这样。 所以我认为这个传言是对的。 张子洋说的这个, 要不要惩罚他呢? 二位医生。 必须惩罚。 必须惩罚。 女儿, 咬人啊, 这为什么呀? 这应该, 冤了。 这喝酒这确实是, 我那个喝点酒, 我热乎了, 我手脚就凉了嘛。 对啊, 对吧。 不就完了嘛。 为什么还喷我呀? 不能这么干,是吧? 让我们唐老师, 月卷老师, 再看看这题审的怎么样。 对, 这题审的呢, 就要犯了先入为主的错误。 那么实际上喝酒之后呢, 有这种郁寒暖身, 可能是我们一个共识, 也是我们实践出真知吧。 但是呢, 在《皇帝内经》里, 有这么一句话叫做, 酒入于胃, 落脉满, 而精脉虚。 什么意思呀? 落脉满, 就是我们的感知。 什么叫精落呢? 落就是那个小的脉落, 它浮在我们的体表。 精呢, 就是我们人体有七经八脉。 武侠小说里边说的, 任都二脉。 我们人体呢, 还有十二正经。 这些都是大的主干。 长江, 黄河, 松花江。 那它总得有小的细流, 细到一定程度, 到最表浅的那个位置, 就叫落脉。 你每天揣在兜里的钱, 可能就是今天你能花的。 但是不影响说, 那些精脉当中的血气被我们的酒调动出来了。 它鼓舞你, 调动你。 当时感觉好像有一些郁寒的这种作用。 但实际上对人体来说, 是一种逐渐亏虚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你要做一个权衡。 所以这个总体的这种养生吧, 还是阴阳调和。 所以喝酒这一条, 能让你当时治标吗? 治标。 能让你瞬间觉得好像有一点, 尤其白酒, 这个黄酒, 有一点郁寒那种作用。 但实际上它动员了你精脉当中的气血。 所以看起来不是万全之策。 好, 那么刚才说的酒啊, 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去治疗啊, 或者说缓解我们手脚冰凉的一个方法。 那有什么个特别靠谱的方法? 您给推荐推荐。 今天讲的都是做加法。 但是我感觉呢, 其实我们往往就忽略了中医养生当中的这种减法。 我们首先要减掉什么, 我们都是喜欢说, 我吃一个什么东西, 还能让我的身体里补充什么。 但实际上我们刚才讲过, 龚院长也讲过, 我刚才也给大家说过, 有一些治病的这种诱因。 比如说我们看这些酒病啊, 体质弱啊, 情绪不好啊, 包括我们懒惰, 事物啊, 老躺着啊, 寒冷的空气, 还有我们饮食上的这种不注意, 实际上你去除了这些导致阳虚的诱因, 本身呢, 就是帮助你体内补充阳气的一种方法。 这个减法做对了, 有的时候就也是假法。 是, 那我们把这个减法做完了, 腾空了, 那怎么再给它补进来, 是吧? 我们可以用最最简单的办法, 不花一分钱的办法。 小太阳。 嗯, 我们晒晒太阳。 哦, 晒太阳。 晒太阳呢, 我们也有讲究。 晒太阳, 我们一般要晒后背。 晒后背。 因为后背, 刚才庞老师提到了这个人度二脉啊, 人脉在前正中线, 那么度脉在后正中线。 那么度脉, 它是总一身阳气之汇啊, 我们整个身体的阳气都在度脉。 而且沿着度脉的两条, 是我们的旁光晶, 足太阳旁光晶。 这些呢, 都是我们阳气汇聚的地方。 我们晒太阳的时候呢, 多晒晒后背。 就是我们阳气, 冲到我们体内, 使我们的阳气更加的旺盛。 有没有几点, 几点钟的太阳比较好? 我们刚才讲阴阳啊, 这个白天是属阳, 夜晚是属阴。 那么在白天又分阴阳, 那么上午呢, 是属于阳中之阳, 下午是属于阳中之阴。 那么当然, 阳中之阳, 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 是最好的。 一般来说, 上午的太阳可能更好一些。 好, 晒太阳是其中一个。 又这是什么? 这是吃火锅吗? 鸳鸯锅还是? 吃火锅也对。 就是我们吃点热乎的, 也会觉得暖和。 对啊。 这主要还是我们要食补, 通过饮食, 来达到我们进补的这样的目的。 那阳虚啊, 您推荐大家吃点什么呢? 阳虚有一道非常有名的这个药膳, 也是在我们金贵药略当中提到的, 当归生姜羊肉汤。 温羊补屑第一方, 是吧? 对, 而且没发现, 一到冬天就特别爱吃羊肉。 想想都暖。 对。 所以今天呢, 我们一会儿就会请上我们的顾大厨, 现场, 教您两道, 特别适合在冬天, 来给我们补一补身子呀, 让我们住一住阳气呀, 暖一暖的这样的食疗美食, 关于羊肉的, 不要走开, 广告之后回来, 一起来学。 欢迎回来, 那么既然说到了, 冬季如何, 食疗温补阳气,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特期厨师, 顾玉亮, 来给我们制作两道温羊的, 暖身的美食。 欢迎顾大厨。 大家好。 刚才我们庞老师提到的这个, 当归生姜羊肉汤。 我把它做一个复原, 其实做这道菜呢, 做用羊腩, 羊腿肉, 还有羊排都可以, 但是我比较偏好用羊排来炖汤。 怎么呢? 它的骨质会更多一些, 汤汁会浓白一些, 所以我就喜欢羊排。 那么其实做好羊肉汤里边, 它有一个诀窍, 其中是四放, 四诀窍。 其中一个诀窍里呢, 就是冷水冲洗, 然后冷水下锅。 但是你看, 今天咱们用的是什么? 超过水的羊排, 然后咱就可以直接把它放到热水里来炖煮。 好了, 咱把羊排放到锅里来。 刚才我提到一个四不放。 四不放是什么呢? 记住了, 你把炖浓白的羊肉汤花椒不能放。 原因是什么呢? 放完之后它会肉汁变硬。 葱可能也是不能放的。 葱也不能放。 对,要不然的话, 我们这个菜就叫当归大葱羊肉汤。 就不叫生姜羊肉汤。 葱姜羊肉汤。 其实真正不能放的是大蒜。 对, 所以你炖羊肉汤的时候, 千万不能放。 葱蒜,蒜一家。 差不多吧, 二和唯一。 好吧。 还有一个不能放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大料瓣。 你放了它之后, 经过长时间的炖煮, 羊肉就会变得非常的黑。 不浓板。 颜色不好。 对,对。 还有就是一个料酒。 料酒也不能放。 我们要羊肉汤是要一个鲜味。 你放料酒之后, 它的酒香味太重, 就压过了这个鲜味。 好,大家记住了吗? 刺不放。 那我们应该放什么呢?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当归了。 当归。 大概是放一片, 其实就可以了。 你放多了之后, 它就会盖过着羊肉的鲜味。 多了就会有点中药味的那种感觉。 其实我们在家里, 如果是不喂当归, 那怎么办呢? 在这里呢, 用一个白胡椒来代替。 好。 白胡椒我们给多少呢? 大概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颗最多了。 十颗。 十颗。 就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 再放点这个枸杞。 枸杞大概有那么十颗左右也可以了。 接下来再放什么呢? 大姜。 这么多吗? 对,大姜我们要多放一些,你看。 您这是多少羊肉? 750克。 一斤半。 一斤半左右。 15克左右的大姜。 这么多姜片。 有个七、八片,你看到了吗? 姜得多放。 姜得多放。 然后我们来加盖来大火炖煮。 大火先烧开它。 四个诀窍里边有一个诀窍, 那就是大火来炖煮。 这样更容易出鲜美的味道。 15分钟的大火, 然后再有一个30到40分钟的一个中小火来煲煮就可以了。 慢慢炖它了。 对,炖的时候还有一个诀窍, 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是一个加盖的状态。 这个状态是什么? 是15分钟一个大火状态。 然后在接下来的一个30到40分钟的一个炖煮的时间, 一定要把这盖取开来。 目的其实就是让羊肉当中的一些星山味道给散发出来。 是这个道理。 但是不会怕这个水越炖越少越蒸发了吗? 一定是一次性注水完成。 然后你看我这个沙包里, 我用了大概是750克的羊肉。 然后这一只大包里大概是加入了接近3000克的水。 多给点。 对。 最后在成品的时候, 如果我觉得汤多很简单, 你可以旺火再冲煮。 旺火冲煮的时候, 其实我们做官府菜或者一些高档菜品的时候, 就是喝到的农鸡汤。 那些农鸡汤怎么来的呢? 其实就是大火冲煮而来的。 就是你不管你放了多少水和鸡的一个比例, 不管怎么失调没有关系。 到最后你觉得汤多, 汤不够浓, 你就大火来冲煮。 把那些骨质蛋白质完全释放出来, 把那些水汽打走。 那剩下的更多的是什么? 胶原蛋白和骨汤。 学习到了,学习到了。 当归生姜羊肉汤, 它补气啊补血啊, 温羊的效果都非常好。 但是呢, 比如说这个人气虚特别重, 我们想加大点补气的力量。 那么我们可以加点山药啊, 黄芪啊, 黄金啊, 这些。 如果血虚的比较厉害, 刚才的那道茶饮也可以放到里面。 就把我们的桂圆和大枣, 红枣都可以放进去。 直接放到汤里面。 对。 也能达到加强补血的这样的作用。 这个办法好。 现在这个香味啊, 已经按不住了。 来, 大家看一下。 而且这汤啊有点白了。 那现在呢, 我们把盖开开了。 现在就是一个炖煮的时间, 三十到四十分钟。 然后我再配点配菜。 今天我加一些胡萝卜, 又加入了一些山药, 来做一些更好的食物的营养补充。 我想两位老师也应该是支持我的, 对吧。 这也是很好的食材啊, 也很有营养。 山药加在里面非常好。 山药有补虚的作用, 而且它是一个非常平补的药食同源的药物。 对肺脾肾肾三脏都有这个补气的这样的作用。 适合气虚的人来喝。 胡萝卜从它的营养价值上来讲, 也是非常适合放在这个羊肉汤里面。 另外它有一个调色泽的作用。 我们最后出来的这个药膳啊, 要色香味儿行气俱全。 还真是。 好了, 我们要改成一个中小火来炖煮30分钟, 静待我们的美味到来。 嗯, 这就好了吧。 好汤不怕碗。 不怕碗。 值得等待。 没错。 瞧瞧这汤的颜色。 现在你还没有好, 还不能心急。 还不行。 对, 现在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个诀窍。 等不了了。 就是调味儿增香的一个最后环节。 那还可以。 干嘛呢? 要加盐。 其实你看, 咱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是没有调味的, 对不对? 那其实炖这种温布的这种浓白汤呢, 我建议大家还是怎么样? 喝鲜不喝咸。 所以说呢, 一定要是碗放盐。 你盐放的碗, 肉就容易成熟。 如果一开始就放入盐, 那你的肉它会收紧。 这是经验。 放入一些盐, 然后呢, 我们再放一些增香的葱花, 还有香菜。 好了, 哇, 太香了。 来, 承出来先给我们的各位老师, 先品尝一下,是吧。 现在我们需要补一下羊主要是。 真好。 我们也可以吃肉啊, 别光来洗的。 小肉可以上菜了。 来, 好,您来。 来,先给两位老师。 哇, 太香了吧。 怎么样?暖和吧?舒服吧? 你们尝尝啊。 真的好喝。 肉剩了不少。 我们还有一道呢, 接下来这个是什么? 这道菜, 我觉得应该是今天特意为胖姐量身定做的。 怎么叫? 一开始的时候它也很冷, 冷的, 冷的不行。 阳虚。 今天我这道菜给你来一个红红火火的菜。 好, 让胖姐红红火火的菜叫什么呢? 那这道菜呢, 叫做鱼府羊男堡。 那其实这道菜的主食材呢, 就是我们的羊肉了。 羊肉也是我们刚才, 我们喝完汤之后剩下的一些羊排。 炖了很多汤之后呢, 羊排你会可能会吃不掉。 那怎么办呢? 你要把它剪出来, 再做第二道菜。 那这道菜呢, 就是今天咱们说的这个鱼府羊肉堡。 今天我用的还是一口沙包。 其实呢, 这种暖身菜, 尤其用它来防止它散热过快。 来点底油。 然后呢, 照例给到一些姜片。 也不少啊。 对, 姜片稍微的多一点。 也不少。 不要吝啬姜啊。 我们把姜片呢, 给它炒出香气。 这是啥? 豆豉啊? 对, 再放点豆豉, 来给它增香, 增加一些益香在里面。 好, 豆豉出香之后呢, 来开始加入一些调味料。 那第一位给到的是蚝油。 然后呢, 来增鲜提味。 稍微的给它煸炒一下。 好, 加入生抽。 好, 略微的炒出这种香辛料和调料汁的这个香味之后呢, 我们来开始加入些水。 一点就好。 那如果是我们刚才喝的羊肉汤还有一些圆汤的话呢, 放入一些圆汤那是最好不过的。 烧开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刚才准备好的羊肉给它放进来。 山药胡萝卜一起放进来。 那放进来之后, 这里呢, 我又准备了一个特别的食材。 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菜名里, 叫做鱼腹。 鱼肉做的。 对, 其实在江南地区它是一个年节食材。 到了年节的时候或者有喜庆日子的时候呢, 这些大喜当中它就会有鱼腹的出现。 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其实很简单, 一条鱼肉, 一条鱼把竹骨和刺还有皮去掉之后呢, 切成小柳。 然后呢, 大概是一斤鱼, 大概是六颗鸡蛋青。 放到料理机里去之后, 快速地把它打制成绒。 然后呢, 把它下到油锅里来炸。 炸成那种特别圆的, 比乒乓球还要大一点点的那种小圆球。 炸完之后略微变黄色, 赶紧捞起, 放到冷水里来把它清软。 本来是非常光滑的一个感觉, 到了冷水去之后, 就变成这样。 马上就抄抄了。 就折抄了。 对, 就跟这手指都泡了水。 但是你知道它的口感和韧性是非常的好, 并且鲜味十足。 这个鲜字是怎么写的吧? 鱼和羊。 鱼和羊。 你看有羊了, 又有鱼了, 是不是鲜。 值得期待。 来, 我们把它放入一些。 好了, 我们把它放入之后呢, 略微地给它翻炒之后, 就可以稍微地加盖。 再烧煮大约是五分钟, 就可以了。 好。 这颜色立马不一样。 我们呢, 略微地给它翻炒一下。 大家都知道, 其实我们做这种菜的时候呢, 往往会给点一些生粉或者淀粉呢, 来让它增加汤汁的浓稠度, 附着到每一颗食材上面去。 但是呢, 我们今天里面用到了山药。 它本身就含有一定的淀粉。 太好。 那我们不需要来单独加一些芡汁或者生粉了。 它在抽搐。 它每抽搐一下都在告诉你, 我可以吃了。 行了吧? 没错。 不行。 这只是我们做熟的一环节。 还有一个增香, 还有一个气氛, 还没有出。 还有气氛。 对,给一些香菜。 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一次的加盖。 准备了一些高度酒。 来, 我们在这个锅边呢, 稍微淋一些。 非常炒热的这个包里呢, 它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 酒香味, 香菜味, 羊肉味, 还有这些鱼腐的味道。 完全地在一个空间里迅速地融合。 最终达成我们所有人都非常喜欢的, 并且暖身暖味暖心的一道好的菜。 气氛到位了。 用心了。 开盖, 大家看一下。 来吧, 男姐, 二位医生。 这一张这个环节了吗? 久等了。 可以了, 可以了。 天哪, 看着就好看。 对吧, 你看这颜色。 赏心眼目, 真是。 这个鱼腑, 鱼丸呗呗。 鱼腑就是特别弹。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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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这两道菜啊, 吃到嘴里面都是觉得整个身体都暖了, 有没有, 是吧? 舒服了啊, 一下舒服了。 感谢大叔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好吃的美味, 也感谢两位专家给我们做的精彩讲解。 好, 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 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再见。